一具又一具遺體橫躺街頭 行李和背包散落一地 烏克蘭東部城市克拉莫托斯克的火車站 遭到火箭攻擊 現場不斷傳來痛苦的哀嚎聲 車站外到處可見受傷的民眾 躺在地上全身是血 烏克蘭國家鐵路公司表示 在烏國平民要趕緊離開烏東地區之際 俄羅斯軍隊發射兩枚火箭攻擊這個車站 這也是烏東唯一人受到基辅控制的一條鐵路線 負責載運撤離民眾的列車已經被迫停駛 烏克蘭總統澤文斯基痛批俄國邪俄烏極限 俄國政府否認發動攻擊 凡指用來進行攻擊的火箭 是烏克蘭軍方常用的武器 俄軍當時在那個地區沒有任何行動 烏克蘭政府預期俄軍將會發動攻擊 過去五天不斷呼籲烏東民眾儘快撤離 烏東地區盧干斯克州長表示 俄軍試圖切斷所有可能撤出的路線 現在是民眾能夠逃離的最後機會 對烏克蘭老百姓而言 這場無情的戰火依舊看不見盡頭 環宇現在加林中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直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兩票 沒錯 STUDY